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顶流明星排行榜 王一博肖战傻傻分不清 张碧晨真母平子贵 24号下午有媒体公布出顶流明星排行榜 综合流量排名在网络上引起了吃瓜群众的热议 现如今的娱乐圈早已经不是有演技 有实力在能够赚钱的时代了 只要你有流量 那么你就是一颗行走的摇旋树 不过圈内的流量明星那么多 一些差距不是很大的 就分辨不出来 谁的流量大 谁的流量小 如今这份顶流排行榜 可以说是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榜单中流行男歌手分别是蔡徐坤 华晨宇 张一新 王一博 这四位可以说是圈里面公认的男鼎流了 18年娱乐圈黑马蔡徐坤自然是不用多说 华晨宇这两天热度大家也都看到了 但是对于张一新和王一博 吃瓜网友们更是议论纷纷 首先是张一新作为归国四子之一 张一新的流量自然最大 但是其余三人也不差 黄紫涛 陆寒 吴亦凡 基本上都是和张一新一样 在圈内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如今排行榜中却只见张一新不见其他三人 多少是令网友有些意外了 其次就是王一博 凭借着陈琴丽在网络上爆红 王一博可以说是这两年娱乐圈当之无愧的顶流了 能够在榜单中也很正常 当不正常的事 使成名靠的是演员身份 而如今王一博却出现在了歌手顶流里 一时间网友也分不清王一博到底是演员还是歌手了 很值得一提的是 同样凭借陈琴丽在网络上走红的肖战 此次就是出现在男演员的顶流榜中 这倒是很符合网友们的预期 不过如此一来 网友对于肖战和王一博的身份就有些傻傻分不清了 女歌手分别是邓紫棋 李雨春 孟美琪 张碧晨 这几位唯一值得争议的恐怕就是张碧晨了 一首梁洋确实是火爆全网 但要说张碧晨是顶流女歌手 多少还是差了点火候的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了 这两天华晨宇和张碧晨的事情 在网络上闹得可是沸沸扬扬 凭借着这份热度 张碧晨成为顶流也算是马马虎虎 那算得上是母瓶子贵了 顶流男演员除了前面提到的肖战 还有一扬千玺 朱一龙 王俊凯这三位 本身就是圈里九富盛名已久的流量明星 冠上作品之后 成为男演员自然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尤其是一阳千玺 凭借《少年的你》和《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作品 不仅仅转型成功 更是成为同七亿人领头羊帮的存在 小小年纪未来可期啊 顶流女演员分别是杨幂 迪丽热巴 杨子 赵丽颖 加行双花 杨幂和迪丽热巴 两人在圈里的人气和热度自然是不用多说 虽然后者的实力可能要比前者差一点 但是在同时期的演员中 迪丽热巴的影响力依旧是遥遥领先啊 唯一能够与其媲美的恐怕也就是榜单中的杨子了 当然了 如果郑爽没有出事 那么此次的排行榜中 说不定还会有郑爽的一席之地 只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是以发声多说无益 老老实实的恭喜这些上榜的流量明星艺人足够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